据悉,来自以色列西伯来大学的和该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不考虑年龄、疾病、禁欲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男性精子数量一直在下降,仅在1973年至2018年间就下降了62%。 在人们感叹的同时,精子供应市场却一片火热,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关于捐经,这件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怎么捐,捐了真的有钱领,有捐献人投稿,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许能给出答案。 一,那么,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捐经吗?男性真实分享,揭秘,捐经,全过程。 王先生今年38岁了,有一天,他无意间看见了一则捐经倡议书。 他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可以唯有生育障碍的人提供帮助,让他们也可以享受为人父母的快乐。 抱着这样的想法,王先生报名进行了捐经,完成捐经流程后,他获得了7500元的补贴。 对于补贴,王先生表示,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来回折腾半年的时间,反复体检取经8到10次。 7500块钱还真不是一笔划算的回报,只是觉得有意义便参加了,并没有很在乎补贴。 他只是比较担心,自己的精子质量是不是合格,毕竟很多正式大好年华的大学生都没有通过检测。 王先生说,整个捐献流程走完需要半年的时间,在正式开始捐经流程之前。 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并且捐经者要没有任何不良嗜好,需要提供本人及家属的无遗传病史和性传播疾病史。 符合这些基本的条件后,就开始进行精子活力检查。 出筛合格后,会有联络员电话通知你是否符合标准。 无论合格与不合格,都会收到通知。 如果不合格的话,医生也会告诉你精子活力检查的结果。 但是医院并不提供详细的体检报告。 幸运的是,王先生很快就收到了合格的通知,在精子的质量检测合格后,还要再次进行抽血检查和外观检查,都符合标准后,就正式进入捐经流程了。 在这之前,还要签订一份责任告知书,里面详细介绍了提供精子的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整个捐经流程需要持续半年时间,期间大概需要进行十次左右的取经。 每次取经之前,都需要进于三到七天的时间,两次取经之间的时间间隔为一周左右。 取经以自行手银的方式进行。 王先生介绍道,每次去医院取经,都会有五十块钱的路费补贴。 在下一次取经之前,医生会告诉你上一次精子的数量,并根据精液数量给予补贴,大约一毫升五十块钱左右。 除此之外,对于大家都比较好奇的取经事,王先生也解密了。 他说,取经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色情,相反,还有一些严肃。 王先生说他去的那个医院,一共有四个取经事。 每次去都至少有两个房间正在取经中,那是个大约四五平方米的房间, 有着医院常有的消毒水位。 房间里面陈设很简单,就是一张床,一个垃圾桶,一个电视机,一个洗手池,洗手液,消毒用品。 墙上贴着几张身材曼妙的美女图,并没有很色情。 当然也没有网传的护士帮助取经的蜡眼图。 捐经者可以自带优盘播放影像,也可直接观看医院所提供的视频。 进入房间后,自行取经即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也没有时间限制,护士也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催促。 取经完毕后,把经业交给护士,就可以自行离开了。 在完成取经半年后,还要再次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 结果为阴性后,才能说明半年前的经业检测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就可以收到补贴为款。 二,全经不会有心理负担吗? 王先生对于成功完成捐经这一项公益活动,表示非常自豪。 因为他听医生说,目前国内的捐经主要人群还是以大学生为主, 但志愿者的通过率还不到五分之一。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年轻人喜欢熬夜,生活作息不规律, 因此只有少数大学生能够通过检测。 而王先生作为一个已经38岁的男性, 能够通过检测并顺利完成整个捐经流程, 为公益事业尽自己的一点黏薄之力, 让他觉得很骄傲。 他在自己成功捐经后, 甚至还鼓动自己的朋友都去参与这项公益活动, 只是无奈他们都没有通过检测。 由此可见, 王先生是真心认可自己的这次捐经行动的。 对于捐经, 很多人在心理上是无法接受的。 试想一下, 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可能会有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你不知道他是男是女, 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过着怎样的生活, 是否健康幸福? 记者有采访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 王先生称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捐经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但有时确实会好奇自己精子会去往何处。 三、想靠捐经, 发家致富, 你符合条件吗? 捐经, 虽然确实有一定金钱补贴, 但如果你想以此敛财的话, 可以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捐经也是有要求的, 以北京人类精子库为例, 捐经的基本条件如下。 一、中国公民。 二、年龄在二十至四十周岁。 三、学历至少大专辑以, 四、体重指数不超过三十。 五、竞身高170cm加, 即便你符合了这些基本要求, 后面还要通过标本的常规检测, 经过冷冻, 解冻后测试。 只有冷冻前, 精子活力在60%以上, 解冻之后还有40%存活, 这样的精子才能入选进入下一关, 捐经整个流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筛选期, 主要是筛查志愿者精液质量。 初筛合格后, 就可以进入抽血环节, 检查血肠规和传染病是否合格。 在抽血检查染色体有无异常, 这个阶段需要回院一至二次, 合格期, 完成初筛后。 合格者可以开始捐献, 要求在这之前, 禁育三至五天, 接下来两个月内要取三至十次, 每周至少一次, HIV减益期, 等完成捐经的六个月后, 需在回院进行HIV检测。 以防有人HIV感染后处于窗口期, 若结果阴性, 说明捐献的精液是安全的, 虽然看起来好像捐经就是各种检查, 也不用干啥, 但实际操作过程中, 很多人在初筛就被踏算, 因为达不到标准。 据统计, 我国因男性精子原因导致生育困难的人 已超过百分之十。 四,关于捐经, 你可能还想知道这些, 了解完捐献的过程后, 可能有人已经按捺不住好奇的心了, 别着急, 下面给大家一一解答。 一,男性精子质量越来越低, 是真的吗? 真的, 国外曾做过一项大规模统计, 发现全球男性精子浓度整体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而我国根据近年来捐经者数据情况, 也发现达标男性越来越少, 据科学家研究发现, 这一现象可能和当代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二,捐的都去哪了? 所谓,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一般被取出的会被保存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里, 等待需要的不孕家庭, 或者用于实验或临床研究等。 三, 可以知道给谁用了吗? 不行, 这一块有严格的保密机制, 只能大概了解捐献人的基本生物信息, 任何人不允许透露捐经者隐私信息。 四, 捐经对身体有影响吗? 不会。 取经有一定周期限制, 而且正常青壮年男性每周也会有二至三次排经, 基本不会造成任何身体伤害。 捐经虽然听起来有点羞耻, 但实际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对于不孕家庭来说可能是一次改变的机会, 所以有能力, 有条件, 有意愿都可以不用太有负担。 五, 怎么提高精子质量? 在捐经畅议下, 现在捐经的志愿者越来越多, 由于对精子的要求比较高, 检测通过率却越来越低, 那怎么才能提高精子质量呢? 第一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习惯, 俗话说早睡早起身体好, 保证充足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每天的睡眠时间要在八个小时左右, 并且不能熬夜, 长时间熬夜会导致精子DNA的损伤, 降低精子的质量, 第二就是要戒掉不良嗜好, 烟酒对于精子的损伤都是比较大的, 香烟中的尼古丁会影响生精细胞的发育, 抑制精子的生成, 而酒精会大大提升精子的积变概率, 使胎儿缺陷发育的风险大大提升, 第三是要营养均衡, 注意补充微量元素, 心影响着精子的发育过程和受精过程, 心影响着精子线粒体外膜锡蛋白的形成, 这两种微量元素都对精子的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是要适当运动, 不要久坐,跑步,爬山和游泳等有氧运动都可以大大提高精子的活力, 但要注意频率和把握强度, 六,男性长期禁欲, 对于精子质量是好是坏, 听不少被孕的夫妻都这样说过, 要男性禁欲一段时间, 这样可以多储存一些精子, 更容易受孕一些, 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长时间的禁欲不仅不会让精子变多, 相反,还会降低精子的数量和质量, 这是因为男性的精子在膏丸生成以后就会进入腹膏内, 如果长期没有排出的话, 会让其不断受到精液内养自由基和吞噬细胞的损害, 进而使精子衰老死亡, 所以,长时间没有性生活的话, 会让衰老精子越来越多, 最后使精子数量变少, 那么什么时候的精子活力最好呢? 曾经有研究学者收集了八千多份精液样本, 按照禁欲时间的长短, 进行了分组, 最后发现禁欲时间六七天的精子质量最好, 随着时间越长, 精子的质量会明显降低, 这也和捐精志愿者需要在捐精前禁欲三到七天的要求大致相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